这些港新谢霆锋跟张博之究竟为何闹婚变 现在外界的传言好多 最新说法是什么呢 是张博之婚后掏空老公谢霆锋 八千万台币来养娘家 结果引发了不满 而也有消息指出张博之最近就会带着儿子去吉隆坡 跟老公来求和 而当事人现在是分隔两地在拍戏 媒体在深圳是等着张博之要给个说法 结果还意外跟剧组爆发了冲突 张博之与韩行全乡与乡勇共舞 厂内温馨甜蜜 厂外却是剑拔弩张 真的我请求你们跟你们说了多少次 你说我们这么多的人在这辛苦工作 说实在的张博之是相当人 他已经这么难了 说实在的大家有点同情心好不好 如泉民工作人员好说歹说 记者就是不肯走 冲突一触即发 你们几个人要是说如果说能打过我 你们随便拍好不好 只要你们的生命安全你们自己负责 双方紧张对峙 全都为了等张博之说明婚变传闻 然而事件主角峰之两人 却始终保持沉默 而媒体对于婚变原因也是一天一版本 最新说法是谢霆锋娶了张博之之后 还要养他全家 包括岳父岳母跟两个小舅子 开店的开销全都由他买单 前后已经花了他台币八千万 但也有香港媒体指出 张博之等新系杀青 就会以提前庆祝父亲节为名 带着儿子去吉隆坡跟老公讲和 还说风之适合适离 端看张博之这最后一集 身为张博之新片建制的观景棚 也希望外界别再做无谓的揣测 但面对盛宵城上的婚变传闻 风之竟能冷淡以对 也因此引发了卫系宣传的质疑 中天新闻百千与综合报道